叫做圓跳島 然後呢 要找白金之子要進入白金村 那白金村其實是在 這個大高原的 大高地的下面 其實是有山洞的 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走到山其實可以一直走進去 這走進去就是山洞 然後就可以 到達我們的白金村 山往五 然後往五這樣子去走 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應該可以直接跳吧 應該沒事吧 應該沒事齁 那我們騎馬吧 你會看到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山壁 跟山壁下 山壁的底下 確實有洞 看到沒有 這有洞 這個洞是可以進去的 經過我們的這個標記 然後呢 往旁邊走 進去洞之後呢 你可以靠著左邊 繼續 繼續前進 不要去走到湖中間 會有一點危險 如果你怕死的話 看到前面有旗子有沒有 旗子就是上坡路 這邊就是從這邊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上去呢 一路上就是我們的白金村 好 我們到達白金村了 好 我們到達白金村了 然後前面的 欸 這誰 喔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這是我們的NPC 跟他講話一下 喔 讓我彈牌的傷害,讓我彈牌的傷害 我就是Nefeli Lu, 戰士 Nefeli Lu, 戰士 那就繼續往前走 騎馬 點燈,這裡有點暗 那邊有個刺服點,我們先去刺服點 先去抓這個刺服點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邊的怪應該不強啊,討厭就是說 就是不死怪的樣子 骷顱頭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要去找一個NPC啊 是在這裡嗎 欸,這邊還可以往上 我知道了 是往上走沒錯 但是我們要先去拿一個寶物 這個寶物還不錯啊 我們騎過這個地方 我們騎過這個地方 希望這個橋不會斷掉 在這裡齁 在這裡齁 我們又要跟你們打啊 大哥 我有任務在生啊 我們拿到了結晶劍喔 結晶劍應該是一把小刀吧 等一下 不行啊 接下來我們真正要去找白金之子 要去接白金之子的前置任務 這個上坡繼續走上去 這個服齁 很奇怪 他為什麼是發亮的 打他一下 欸 我要講話 你不要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亂啊 我要講話 我一臉懵逼了我 我可不可以得到他的寶物啊 喔 聖樹秘捷服 聖樹的秘 秘密捷服 聖樹的秘密捷服 我們還是可以得到這個 聖樹的秘密捷服 我想說這個人來亂 聖樹的秘密捷服 我們得到聖樹的秘密捷服啦 那 這樣子還可不可以接啊 我還可不可以找回這個 得到白金之子啊 照理來說我們用那個捷服應該就夠了 然後我們到捷晶旁的這個 湖旁的捷晶洞穴 因為呢 我照理來說我要跟剛才那個NPC講話 但是不知道他為什麼被另外一個人打死啊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 劇情的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正常的這個程序呢 這個白金之子的任務呢 我們應該是要回去大赤服 但是我們去大赤服之後呢 可能齁 我想一下我們要先 欸 小心一點啦 因為 這個 好 沒錯齁 那 我們剛才跟那個村長講話齁 很可憐不幸死掉 意外身亡的村長講話完之後 我們得到了那個什麼 聖誕樹的符節 得到了那個 關鍵的道具 然後我們回到大赤服 可能會有一個入侵者齁 看到沒有 變暗了 死吧齁 死吧齁 亡孩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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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暗迷懵的 好可怕 為什麼我們回來 這個大赤服會變成這樣齁 這個劇情是這樣子的齁 我們得到這個 他的一堆寶物 這個時候呢 應該這個時候是要去跟 阿 剛才那個人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插 雙手這個 插腰 在這個 胸前 環抱的這個人 是不是就是他 他現在不見了 對啦 他一直在那邊 我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呢 又不跟我們 也沒辦法跟他講話 突然就攻擊我們 我不懂阿 他 他的裝還蠻帥的阿 我們換一個 7.5公斤 4.6公斤 我們先換成5.4的 然後發現這個 比較重一點 而且 但是很帥阿 你 你 什麼 是 剛才那個 恩夏 就是恩夏 原本是站在門口 那個恩夏 什麼東西阿 什麼東西阿 他剛才說 為了要這個 很抱歉那個 夏恩 恩夏 對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他就提供我們一切情報 這個是 狗屁不通阿 找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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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要找這個 伏捷的另外一半 我們剛才在白金村這裡 這個 白金村 對 我們得到了一個聖樹秘密伏捷 右邊的 但是呢 我們要去找另外一個左邊的 那這個呢 知道這個 尊項的人呢 是在這個 白金之子 所以說 我們要去找白金之子 剛才隊長跟我們講是在這裡的 就是這邊 但是你們 如果你還沒有打過這個副本的話 你是沒有這個傳點的 那我是已經打過了 但是我先傳到這裡 我跑一次這裡的副本給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就是比較暗而已 開一個手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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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抓 那個齁 問題是 這個 這個N下 是不是 這個N下 莫名其妙 打我們 然後也沒講為什麼 好吧 我們現在開始 跑酷一下 這個 這個洞穴 這個洞穴 這個洞穴叫做什麼 湖旁結晶洞穴 洞窟 那這裡面齁 嘖 很多那個怪啊 從這邊下去 從這邊下去 然後呢 再從這邊 不要去管他 跳到那邊有 有 那邊有燈喔 那邊有火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目標就是往這裡去齁 跳下去應該沒問題 跳下去應該沒問題 繼續走 這裡齁 哇 欸 不對不對不對 是哪裡啊 這裡齁 哎唷 往左走 好 來到這邊又是一個懸崖 要從這邊跳下去 好這邊有一個 落腳點 然後呢 往前走齁 這邊可以不用管他啦 好 然後這裡就是打王啊 這裡是應該是一個獵犬騎士的樣子 就是速度很快的那一種 但是我已經打過了齁 他沒有很強 他就是速度比較快 然後過來這邊就是別有洞天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船點 你可以先踏一下這個船點 我們踏一下好了 這是綿狼的破屋 好 那 這就是這個小姐 就是白金之子 那我們剛才村長 我們白金村的村長 不小心被誤殺 並沒有影響到我們啦 我們這個任務還是可以繼續 那我們跟白金之子講一下 然後我們跟白金之子講一下 你想什麼 我告訴你 我聽到 我沒有什麼 或是你從我來取得更多 我還不足夠嗎 他是這個狼是不是死了啊 不是 他是被我搶走了 哼哼 不好意思啊 唷 我是Pinatana 而是納威克 就是 When slipping 有レク 即是長時和古老子 他 entrada遍說話 我是一種偉人 我只覺得你還是都應該佔欺能 orte 教肯的話 鼓掌 大小夸 那實話 我們 我們其實 其實狀況並不是像這個白金之子想ヾ 事實上呢 我们不是得到白金村的村长的认同 我们的符节是从他身上收官过来的 但是人不是我杀的 在海域的生林 如果您承认 我会给你考虑了 的地方是跟脚还有脚的 压力 谢谢你 他们说 essential the other half of the medallion 是土豆的塔尾巴在顶尔的 在城里的城区 在这里都是在茄子的 里面的 安力于吉尔的 這就是時間了 再見,Lobo 我的信仰的狼 我的最好的伴侶 我會去盡壞 所以我們的旅程不會被淘汰 對不起,Lobo 好吧 我們得到白金子的 OKOK 我們現在得到了第一個骨灰 我們得到第一個有劇情的骨灰 其他我們的骨灰得到都是沒劇情的 但是白金之子它是有劇情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善待白金之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威力 我們一樣還是老 老這個 我們還是一樣 跟之前一樣來到這個光卡前方 這個白金之子厲害的地方 它是有劇情的一個鬼 而且呢 它是一個定點的 它是一個定點的神射手 定點的劍塔 就對了 這個其實很好用 這個其實很好用 當你在一些 你想要用外鄉人打法 或是你想要 對方靠近不了你 你可能站在山崖上面 你可能站在高地上面 怪物握不到你 boss也打不到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叫白金之子 無限射 對吧